哈馬斯說他們突襲 以色列突襲得太好了 給世界上了一課 而且說北京會跟他們學 到時候對台灣實施類似的行動 不可能 當然有專家說不可能 因為台灣海峽最短的地方 都110公里 跟他們完全不同 他那個土地接壤土地不一樣 美國的葛萊儀說 老共打台灣政治風險很大 習近平不會立即攻台 現在不會 以後再說了 另外老共如果2027年攻台 2027 現在2023 會有哪些後果 說我們的兵推說 要找外交來幫助我們 外國越幫助我們越好 越多國家同情我們越好 這也是廢話我們也都知道對不對 美國國防部前 好像助理副部長 說兩岸要對話 你看不對話是不行的 會有很多誤解 誤會 要對話 要中斷跟大陸的接觸 政府跟政府要有接觸 有接觸有溝通才能避險 而且彼此是個善意的表現 才能夠避開台海危機 像現在的8年兩岸幾乎都不相聞問 老死不相往來 另外說有我們的抗彈的背心跟頭盔 沒有被驗證 居然交給部隊 國防部說沒問題 我們送給美國檢查沒問題 但是他們就覺得很奇怪 你既然沒問題 10月以後為什麼就有驗證 為什麼2018年2到8月就沒有驗證 他有一個驗證機構 如果說你不必驗證 你都不必驗證 為什麼以後驗證 就說那個時候沒有問題 就覺得很奇怪 這個到底有沒有問題 而且有4萬5千件 抗彈的板 防護的頭盔等等 所以國防部說有沒有放標章 有沒有放驗證的標章 無所謂 都不影響 我們檢查的結果就是好 這個是有一點亂講 否則的話你幹嘛要驗證標章 對不對 那你檢查好就好了 幹嘛驗證標章 以後都不要驗證標章 我們看一下 拿抗彈板實在射擊 國軍7月闢謠 證實抗彈板不會被射穿 部長邱國正還對立委掛保證 這個要經過多大的抗擊 多大的多少彈藥 多少公里 多遠距離 我們是按照這一批 這個標準規定來做 而且經過認證 不過平面週刊揭露 國防部2018年開始 發給弟兄的裝備約有12萬件 其中2018年2到8月期間 發出的防護頭盔 戰術背心 其中約有4萬5千件 沒有所謂的TUF合格認證 直到同年的10月 這些裝備才有認證章 質疑這些裝備流向那些部隊 有沒有這個標誌 並不代表品質有什麼問題 我們只要在3月29號獲得到 全國這個公正基金會所頒證的 它的品質就是達到一個國際的規範 強調裝備都有定期送檢 沒問題有無認證章不影響 我覺得這事情非常怪 剛才後續有沒有更多的報導 我跟觀眾朋友稍微簡單報告一下 就是有這個軍事記者發現說 在這個2018年的2月到8月中間 生產的這個防彈變形裡面的抗彈板 沒有TUF TAF的這個 全國認證基金會在淡水 它的一個認證 所以它可能防彈效果不好 請注意有2018年2月到8月 國防部講說我們有通過 我們只是沒有放上去而已 你通過是什麼時候通過 他說是2017年的9月去申請 2018年3月29號得到認證 你3月29號以後 你再來4月5月6月7月8月生產的 就是你不可能2018年8月生產的東西 在2017年就送驗 還是說你是意思說 我2017年9月送驗的 那個standard出來以後 我們禁備局做出來的抗彈板 就完全都OK了 不用持續在驗 這個你要跟大家講清楚嗎 因為週刊寫得很明白 是2018年的2月到8月 可是現在告訴我說 2017年我們就送驗了 所以我們有標章 這其一 其二 既然有一些裝備上面 有TAF的標誌 有些沒有 你要告訴我為什麼 今天國防部的回答 我們就句實已告 他講什麼 我們就講什麼 他說那個有放沒放都沒差 如果是這樣的話 你就保證所有東西都OK 現在看起來是這樣 可是我剛剛講那幾個疑點 時間上 現在質疑的是 2018年2到8月的 可是你跟我講2017年就送 那2017年能送 2018年的產品驗驗嗎 基本上是不行 2018 2017年怎麼送 2018年的產品驗驗 很清楚嗎 我看到的點是這樣 當然 這個也不是空穴來風 軍事記者很專業 再加上應該是 今年的上半年跟去年 特別在烏二戰爭之後 我們台灣有一個 新北市的民進黨的議員 他一直把我們國軍的 那個軍備局的防彈背心 拿去美國試打 他打了半天以後 就這個結果不如人意 所以其實我們現在 離戰爭好像越來越接近的時候 如果 觀眾朋友 如果真的軍備局 在任何一批的這個產品 可能真的不如人意 或者是防彈效果不好的時候 你就把它收回來重新做 那立法委員在這邊 就至少預算補上 你不要讓我們的國軍 有一天用到爛的產品 或者說你看消防員 軍去火場裡面居然 這個不抗熱 那是不可以的 所以現在國防部的說法是 沒問題 我只是沒有擺這個標章而已 可是我看很多人不相信 沒擺標章 那為什麼別的只有擺 就這一批沒有 2018年2到8月 這個牽涉到 比如說2017那個 如果是一批新品 說新的規格 他製造 所以他就送驗認證 後面做的是跟這一批 都是同一種規格 這樣是不是就不用驗了 我不知道他的規定 因為我像剛剛講的就是說 你每一批都要驗 理論上 每一批都要驗 而不是說一種規格 只驗第一次就好了 我不知道是哪一種 一般來講是這樣子 如果同一批出來 你其實可以抽驗 我覺得現在國防部講說 以前有罵是忘了貼 還是說什麼原因沒有貼 不如你就找一個公正的專家 他他不在台灣有分公司 他們派人來給大家看 我怎麼抽 抽給你看 做個幾天就好了 為什麼不要呢 好幾年以前的事情 沒關係 再拿出來 已經時間都過了 當時大概那些東西也不見了 宥誠 我自己當過 我們當過賓 我覺得驗不驗 到底有一個科學第三方鑑定的機制 可以認證嗎 這個東西到現在執政總統講不清楚 是一個很吊詭的事情 再來剛剛韋汗哥提到的信任 我覺得這一次看到這樣的新聞以後 蔡英文總統就說 我們現在國軍有一個 首度官方曝光的 防美陸軍作戰指揮系統 然後強調是可以 與美軍地面野戰部隊 來做指揮連線 大家還記不記得 蔡英文總統在不久前 到了空軍南部作戰指揮系統的時候 他拿起了這個隊長機 要跟我們的空軍的這些英勇的軍官們 對話的時候 這個對話 這個訊息裡面跑出來了 一個中國空軍 直接跟他說 我是中國空軍 這就是我們中華民國目前的 整個作戰系統 當時的空軍副司令 這個張庭妍他也說 說如果我們現在不斷強調 我們是以美國為主的民主國家 這樣的緊急坡道 如果能夠讓中國大陸同時 進來跟總統對話的 這樣的概率是微乎其微 所以我是覺得呼籲執政黨 如果要去強調這些大外宣之前 要不要先去解決 現在擁有的系統問題 再來剛剛邵東哥有提到 這個安全兵推的這個報告 反正他的結論就是大家所知道 當然是要外交協助 來做台灣的關鍵 我們當然也不要掌別人的氣勢 然後滅自己的威風 這個報告當然還是有 他的指標信義 也可以讓對岸知道說 其實武力解決是最不明智的選擇 可是也要必須提醒民進黨 有幾個內 人要必自救而能救之 要自助而能救之 請問一下 大家還記得嗎 當時在八仙城報 全台灣我們才第一時間燒燙傷 499人的時候 我們所有的北部醫療是被癱瘓的 這個報告裡面很明確的指出 現在中華民國台灣 我們現在對於我們的醫療跟救治的行為 到底能不能做自救 其實這個問題是民進黨一直以來 在閨壁也沒有去重視的 不然八仙城報 499人 為什麼就可以讓北部醫療全部癱瘓 再來 台灣現在的結構因素是什麼 趙大哥 有病房 沒醫護 然後明陽大火 屏東明陽大火 讓我們看到的是什麼 有這些器材 但沒有消防人員來救護 這是很嚴重的問題 體質不良才是中華民國 我們現在面對到的問題 而不是這些大外宣的行為 能夠解決的 我要回到哈馬斯跟葛萊儀 這些都是小事 我們國防部的軍備 這些東西的粗皮肉 已經屢見不鮮了 有什麼好講的 我跟你講 哈馬斯的海外領導人 他搞錯了 我們兩岸的關係 絕對不是老共去學他們來打台灣 老共要修理台灣方法多得很 對不對 真正需要學哈馬斯 去打老共的是當年的老蔣 當年的老蔣以小博大 要反攻大陸 真的要學哈馬斯這一套 可是老蔣不行 老蔣還去請日本的教官來這裡訓練 日本教官哪裡比得上哈馬斯 其實我要講葛萊儀 葛萊儀很有意思 他說飛機 共機 共艦 一天到晚繞台灣 是來掩飾他們沒有能力打台灣 你看 講得多 這跟我的講法差不多 他是做給美國看的 所以我們台灣人厲害 不用葛萊儀提醒 我們曉得這個沒有危險 他繞著玩的 繞著不是要來打台灣的 繞著給美國人看的 但是葛萊儀的後半端 我反對 葛萊儀說你要保護台灣 就是要把台灣變成豪豬 變成那一套來了 就是要全民皆兵 搞東西的 葛萊儀你搞錯了 而且老共為什麼不打台灣 因為知識體大 台灣有事 全球有事 你怎麼都不會講這個 對不對 老共 是的 這個當然 講到我們就喜歡講台灣 就把現在蔡英文執政 七年多來 成功的把台灣目的過去化 變成說大家不得不去關注 這個地方 特別是這裡的台積電 半導體等等的這些廠 一個一個來講 可是最近又有一個說法 一個看到了 說現在這個台積電 他要到海外設廠 你就發現到政府其實有他的看法 有他的看法 那之所以他要到國外去 美國他們都講說必要的時候 要炸台積電 為什麼這個論點來了 就是怕台積電被老共拿走 如果按照老省的角度來講 台灣就安全了 根本什麼都不用怕 如果這樣子的話 可是以現在的政府來說 這樣政治不健缺 一定要講得很危險很危險 這樣子的話 民進黨的抗重暴台策略 才能夠成功 才能夠成功 我強調一點 我今天總質詢就問了一點 明年度的總預算 中央政府總預算 113年 幾乎各部會都變了幾億 你做什麼 做什麼事 他做的是 比如說我們財政部 把稅務的資料 然後個人所得稅 公司的所得稅 資料 還有銀行客戶的資料 通通備援系統 備援到美國 放美國 我就覺得奇怪 我們的張兵工業區 Google的計算中心 還有微軟的計算中心 這個都是全世界 用台灣的計算中心 如果你備援放台灣 財政部 他的帥的備援機制 本來就在台中 就有一個備援的機構 為什麼現在明年度開始 有史以來沒有 第一次把我們的備援系統 要放在美國 這是秘書 秘書趴勒 要打仗了緊張了 那我就在想說 那不是很奇怪 如果打仗 整個就是面目全灰 你流浪知道幹什麼 他就是把那個資料 稅的資料等等的這些資料 放在美國去備援系統 備援系統 結果這麼大的事情 行政院下令了 我問了財政部長 他說配合行政院做 今天問陳建仁 一問三不知 都不知道 他下令要這樣做 他都不知道 一定會給我 已經找出 是什麼 我問你 是 阿 就 就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